如果逛街遇到前男友 第一个反应是 What the 小巴喜欢选拼吗 为什么 可以让我开心 购物属于行动派 鱿鱼派 还是金打戏串派 行动派 分享你最近最想买的一样东西 厚底鞋 因为我觉得厚底鞋 反正我想让自己看起来 专行曲线更好 买东西会杀价吗 为什么 不会杀价 不好意思 喜欢在哪里逛街 百货 选品店还是网路 全部都喜欢 好 如果你今天很重要约会要制装 你会买什么 1个 一套迷人的新衣服 2 一个漂亮的口红 3 一套漂亮的内衣 一双美丽的鞋 1跟3 哈哈哈 有内衣 有内衣 要干嘛 还有谁知道 那你到前第一件小说的是 1 购物靠少自己 2 吃顿大餐 3 家人买东西 4 存下来 不会是第4 如果他们是店员 你会想跟谁买东西 1 全年先生 2 通少洋答境 3 佩莉 4 通少教练 我会跟佩莉买东西 他会讲这个东西有多好用 教练呢 应该不会跟他买 因为你不买他也不会怎么样 他没有武器 如果逛街遇到前男友 1 反应是 1 心理骂脏话 2 有点小惊喜 3 马上整理鱼容 4 伍桿 5 杆续挂 呃 化脏话 化脏话 瘦化 wt 好久不見了